圆柱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 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认识圆柱 圆柱的上下两个面叫圆柱的底面 圆柱的底面是两个完全相等的圆 围成圆柱的曲面叫做圆柱的侧面 观察这两个圆柱 它们有什么不同 没错 这两个圆柱的高矮不同 我们把圆柱两底面之间的距离叫圆柱的高 通过观察 我们发现圆柱有无数条高 而且长度都相等 既然圆柱有无数条高 那测量哪一条最简便呢 当然是测量圆柱侧面上的高最简便了 用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与高重合 0刻度对准一个端点 看另一个端点对准刻度几 高就是多少厘米 你知道吗 在生活中圆柱的高会有不同的称呼 比如水井的高我们叫深 硬壁的高我们叫厚 钢管横范式的高我们就叫做长 这些不同的叫法都是指圆柱的高 现在请你想一想 圆柱侧面展开以后可能得到什么形状 展开以后的图形与原来的圆柱有什么关系 我们沿圆柱侧面上的高剪开 展开以后得到一个长方形 我们让这个底面滚动一下 这个长方形的长就是圆柱的底面周长 长方形的宽就是圆柱的高 所以长方形的长等于圆柱底面的周长 长方形的宽等于圆柱的高 如果将一个细长的圆柱体沿着高剪开 那么得到的长方形宽就等于圆柱的底面周长 长方形的长就等于圆柱的高 当然了 有的圆柱沿侧面上的高剪开 展开以后会得到一个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就等于圆柱的底面周长 同时它还等于圆柱的高 如果沿圆柱的侧面斜着剪开 展开以后就会得到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底就是圆柱的底面周长 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高就是圆柱的高 你记住了吗 把圆柱侧面沿高剪开 打开以后会得到一个长方形或一个正方形 斜着剪开会得到一个平行四边形 一个长方形以长边所在的直线为轴 快速旋转一轴 想象一下它扫过的空间是什么形状 我们看一看 同样是这个长方形 能不能旋转得到不同形状的圆柱 我们以宽为轴旋转一轴 出现了一个扁扁的圆柱体 看来通过长方形的旋转也能得到圆柱体 现在你认识圆柱了吗 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